HitFM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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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e're showing up to the station called HitFM We'v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剩情依略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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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 欢迎来到今天的Hit周末 这是Hit的范围魔王 北部伊林前期 周末9.5 南部90.1 107.7 我是Gigi 在我旁边这位妹妹 真的好可爱 而且本人很漂亮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她 欢迎华晨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华晨妍 Chill 我是一名创作歌手 是 这样Chill就可以了 Chill 晨妍都可以 Chill是什么意思 Chill是C-H-I-Y-O 它是我的日文本名 对 你的本名是门奈智代 对 汉字写出来的话是这样 所以智代日文就是念Chill 就是Chill 对对对 正常其实智代应该是读TOMOYO 但是我爸爸跟我妈妈比较喜欢Chill的那个 对 我觉得日文名字很有趣 就是看爸妈想要怎么念 就登记的时候就是怎么念 所以常常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要说我不是TOMOYO 我是Chill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大学教授在那边读我名字的时候 TOMOYO 他TOMOYO 我会说 はい Chill desu 这样子改正他一下 对 但是我想很多 有些朋友可能 当然对你非常了解 但有些朋友对你不了解 就会想说 为什么他有一个日文的名字呢 因为我是那个 我爸爸是日本人 然后我妈妈是上海人 对 所以我是中日混学 然后对就只有日文名 然后后面有取一个中文名 以我妈的姓 我妈的姓是华 然后再取了一个成岩这样子 很美丽的名字 妈妈有跟你说什么意思吗 成岩 没有啊就找算命的算的 哈哈哈哈 怎么这么狠狠 因为我看了很多的新闻资料 我想说你父母应该是相当开明的 走在很前面很先进的那一种 他们还是会拿去算命 对啊 还是有传统的这一块 大家都有一点迷信在身上 对 但从小就在日本长大 哦从小是在上海长大的 在上海长大的 对 然后每年都会去日本 就是找我爸爸玩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甚至在日本有出道 哦对 有幸去日本读大学的时候 想要好好读大学的 然后就莫名其妙出道了 但是你的大学很厉害耶 就是讲出来都会吓到大家 就是可能大家认识的学校 就是那几个非常有名的 例如像我现在要讲的学校 就是早稻田 对啊 对 早稻田其实在日本 他跟我说很简单考 对 没有了啦 哈哈哈哈 很认真啦 没有那么难 对早稻田 其实他就是花很多钱在海外宣传啊 所以海外就很多人都知道早稻田 嗯 对啊 但是实际上有比早稻田更好的几个学校在日本 是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呃 就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音乐这件事 因为你不只会唱歌 你其实会很多很多的乐器 嗯嗯嗯 音乐我大概 我其实很小就开始喜欢音乐了 大概小学中初中的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首唱的歌是那个 蔡依林的《说爱你》 哇 对啊我唱给我歌听 然后我哥说 男听死了 别骂 这样子 哈哈哈哈哈哈 那时候就很喜欢蔡依林 嗯对最一开始喜欢的是蔡依林 嗯嗯 然后到后面会喜欢一些 就是乐团啊 日本的 Yu Yi 嗯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嗯嗯 对然后从她开始我是开始学吉他 然后组乐队 在初中高中的时候 所以小学的时候喜欢蔡依林 对 然后开始会爱上唱歌这件事 对对对对 有跳舞吗 哦也有啊 也有啊 看着她的那个舞娘的MV啊 我就 对对 但是后来到初中的时候就整个路线 风格批点 就变成了一个Rocker 摇滚路线嘛 但是 比较有个性一点吗 嗯 其实Yu Yi还是比较 嗯 主流的 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 摇滚 对对对 她是摇滚挂的抒情歌比较多一点 是 但是就是有带一个band 对啊 初中的时候还组了一个乐队 嗯 还不错 嗯 那时候就是很爱玩音乐 对那时候就会开始 呃 虽然没有原创 但是可能会开始remix一些别人的歌 嗯 mash up 就是会做一些不同歌 串到一起然后做一个表演那样子 对 那你在找到田念的是 呃 国际教养念的是 对 但是完全是不同的路线 对对对 嗯 就是什么都可以学的那种学步啦 对 但是我很好奇 嗯 然后就被小试者再看上了 看上了 对去参加一个 选秀吗 那个爱回的audition 然后就正好碰到了小适者斋老师 然后就有这个非常幸运 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他有更 就是深入的音乐交流这样子 但是我想大家都非常好奇 就已经在日本出道 又怎么又来到台湾 你为什么会想来台湾long stay 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日本的话 其实就是我还是怎么说呢 就是在日本的时候是属于 刚好有这个机会 所以去当了歌手 然后在当歌手之前 我可能会想说 做会计师啊或者怎么样 就是会有很多其他的梦想 那有去试过吗 会计师我有想说要去试 但我爸跟我说 No 他说你只能选一个梦想 然后要往那边全力的跑 然后你跑 你摔跤了你再说这样子 就最少先试过了 不要这个也是 那个也是 这个也是 然后可能在爸爸的激励下 就开始只做歌手这一行 然后日本的话 当时是出道之后 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是不太好的事情 然后就突然就 就是团就结散了 不开心 对对 然后本来就是想说 还是回大学 但是也是刚好遇到了 就是台湾的经纪公司 对 然后他特意来日本来看我 对啊 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真的很棒 就是马上就有一个新的 另外一条路线 让你可以继续走下去 对啊 所以真的是很幸运 然后也 给予了我很多音乐上的培训 对 但是在这之前 你有来过台湾吗 哦 我旅游没有来过耶 我是签了公司之后才过来的 所以那时候 在来之前 对台湾的印象深刻 最深刻的是什么 还是什么都不知道 印象深刻 珍珠奶茶很好喝 因为很多人会跟你讲 哦 因为茶比尤卡在日本很红 哦 对啊 对啊 然后就非常想喝 然后完全就是出乎我的意料 珍珠丹 可以说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台湾的很好喝 对不对 而且他的黑糖 好Q弹啊 很Q弹 现在还很常喝吗 常喝 我还为珍珠奶茶 写过一首歌呢 嗯 对 我之前还发过叫做 拿铁幸福肥 对啊 我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看着我爱的人 喝他想喝的东西 吃他想吃的东西 不管你多肥 我都爱你的一个状态 哦 对 但这一次呢 特别就出了一个新的EP 哦 对 这次出的新的EP 是更自我一点的 是 对 然后上一章可能 比如说拿铁幸福肥 就是我想说 我结婚誓言的时候 会想说什么 我不只想说 你已经想这么远了 就是一个人在家里面 突发奇想 那个人有一个什么样的 雏形吗 雏形 要走向红毯另一端的那个人 我很看性格耶 好像没有耶 个性的部分 个性就是要很憨厚 因为我看到一个报道 也写说你很喜欢艺术家 啊 对啊 就是要长发 我喜欢很有 也不是艺术家 我喜欢性格比较温柔的人 对对对 温柔很多耶 对啊 但外表不局限 完全不局限 我从来不看外表 对 所以我很多 之前的闺蜜都会说 好丑这样 这是什么东西 你带过来 闺蜜好坏哦 以前啦 以前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平感觉 爱怎样就怎样 没错 然后我写歌也都是 我现在想到什么 我就会写什么 这样子 那我们就先来爱怎样咯 好呀 今天天气适合出行 那还不如我在家里躺平 是来自妈妈的关心 还找不到对相公 做一步的顺利 是的 今天请到的正是 华晨妍 Chill 带来他最新的EP X乐园 对 然后我们刚刚有听到呢 在里面的这首歌 爱怎样 其实这首歌是有 呃 一个意义在的 对不对 因为你觉得现在年轻人 就是被很多局限住 嗯 意义 我好像 应该怎么说呢 这首歌你在什么样状况 写出来的 这首歌是我 惊觉人生居然只有 三万天的时候写出来的 你是怎么算的啊 没有啊 就是刚好可能搜到 我现在几岁 然后大概几万天这样子 因为有些人说 你会快过一万天的生日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看到一万天 天哪 我二十多岁 一万天的话 那总共算一算 六七七八十岁 也就三万天耶 就觉得好短嘛 但搞不好 现在人都可以活到一百岁啊 对啦 我奶奶就活到一百多岁 是啊 现在医学跟科技很发达 对啊 但是你很健康的 没有病痛的活 其实真的就只有三万天 对啊 就是想做什么 想去哪 对啊 对啊 因为可能再大一点 年纪再长一点 可能行动会比较不方便 不方便 对啊 所以我就想说 不要想那么多了 就是我现在就要活在当下 嗯 对活在当下 才能真的感受到快乐 你有做过最任性 爱怎样就怎样的事吗 最任性 就是爸妈跟你讲 不要做 你还是去做了 那可太多了 从小到大都是耶 最誇张的嘛 最小的 从小到大都是 你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叛逆的人 你看起来很乖巧耶 乖巧是因为 可能被社会毒打过 所以浅浅的看起来乖巧一点 实际上 很多啊 比如说 实际上我的大学是没有读完的 我读到第三年半 只下半年了 对啊 我爸妈就说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这样子 为什么不把读完呢 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 没什么事 就是突然就不想读了 好帅 就是 会有这种 对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觉得好像读完也没什么用 反正我又没有要做这个 对我会觉得读完好像反而给我留了一个退路 给我留了一个如果我不成功 我要怎么办的退路 我觉得人好像只有在没有退路的时候 才会真的完成一些什么 你的意思就是因为你没有念完 所以就不能说如果我唱 走音乐这条路不成功 我至少还可以去做那件事 对对当时是这么想的 现在还是有一点后悔的 天哪 签证都好难办 都没有大型 因为只差半年 对 那你有想要再回去把那半年念完吗 看情况吧 反正就是 那也要等我不做这行 我再考虑这件事情 不能同时进行 同时进行我就要去日本 对啊 但我现在主要可能不会在日本发展这样子 这蛮任性的 对 很多 他们跟你沟通很久吗 爸爸妈妈 也没有 他们就是提醒一句 你确定哦 我说嗯 他说哦 那你去吧 这样 所以 所以很常跟他们两位联络吗 嗯 因为现在听起来是分三地 爸爸在日本 妈妈在上海 对啊 你现在在台湾 是的 嗯 不太联系我们 嗯 我们都是属于非常独立的 我爸妈也很独立 完全没有那种 我要女儿的陪伴 没有 他就是自己活得很快乐的那种 嗯 对 所以他们有听过新歌了吗 有啊 有啊 有各自给你什么样的评语呢 我爸就是说你词上还要摸一摸这样 然后我妈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写一首类似 那种歌 哈哈哈哈哈哈 我说好的好的 我看一看 哈哈哈哈 就很可爱耶 对他们其实都是很自我的人 嗯 然后我觉得没什么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家庭 环境下长大 还蛮幸福的 嗯 所以才有现在这样的性格跑出来 是 不同的幸福吧 就我可能没有体会过 我虚寒问暖的那种母爱 嗯 对 我体会到的爱都是那种 偏朋友 就是很轻松的那种爱 嗯 他们对你来说比较像是同伴 对对对 不像是长辈的感觉 嗯 嗯 好 那里面呢 还有一首歌是 我想陪你 嗯 这首歌是领养日的公益主题曲 跟狗狗们 猫猫们有关系 对 你自己也有一猫一狗 我现在有三只猫 有三只猫哦 对对对 我以为只有一只 欧里友跟娘口 娘口还有哈喽和你好 三只 你好 所以是在不同的地方吗 没有都在日本 妈妈都在日本 我爸妈帮我养着 哦 有帮你 那狗狗呢 狗狗在北京 在北京 对 你怎么办 我就很小套 我这两天都会小套 对 怎么办 所以就是来台湾的时候就不行 对啊 来台湾就只能拜托我的室友 帮我照顾一下他 嗯 对啊 他就是 他也是我 哎呀 因为我知道我工作会很忙嘛 所以本来其实是没有打算要领养狗狗的 但是 他真的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也没有 他是太可怜了 因为他小时候是 就是一窝里面唯一没有被领养走的那只 哦 因为他腿断掉了 所以他是三条腿吗 还是 哦 他之前是 然后后来治好了 对 所以他现在就是活蹦乱跳的 哦 他的腿是在的 对对对对 他可能就是瘸着的那时候 对 小时候被鸟线割断了 对 就是只是筋断了 但是肉没有断 哦 骨头没有断了 对就给他 一直治疗 哇你好棒哦 哦 也有一个救助人在一起帮忙 嗯 所以这首歌对你来说非常的有意义 对啊 就感觉养了狗之后 第一次感受到陪伴的力量 是 对 以前可能觉得要帮助别人是要实质性的去帮助别人 但是现在就会觉得光有一只狗狗陪伴在我身边 我的生活就会完全幸福感是不一样的 而且就是会想要一结束就赶快冲回家 回家 对 我记得我第一次养狗的时候就是我前五年都不敢出国 哦 对哦 就是会舍不得 然后 然后再也是 出门到偷偷摸摸的 哦对的 不能让他知道 不能跟他说我要出门了拜拜他会疯掉 对对 他就会叫一整天 就是要丢零食给他吃 哦对对对对 嗯 真的 对 下次什么时候会回去看他呢 哦这次结束我就回去了 就会先回去看他 对 这次long stay多长的时间 呃还有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 但他没有我过得好像也还可以 我想您 哈哈 室友对他很好啦 哦我室友非常喜欢他 我想您应该都没跟爸妈视讯 但是有跟Oreal视讯吧 有耶 我跟我家狗前两天视讯 我说 阿里奥 然后阿里奥看向那个视频一歪一头 然后说 啊呜 这样子好可爱哦 好可爱的 对 没关系再一个月 好不好 忍一下 就想他的时候就跟他视讯一下 但是这次来台湾当然 呃发了EP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 除此之外你还没有想做什么 到现在一直没有做的呢 在台湾 想做什么 前两天就是去钓虾 然后我钓完了 然后我就很开心 哇好棒哦 然后一边钓 还一边有机会 可以跟他深入的聊天 我就觉得还挺好的 嗯 那也是来 这次来认识的吗 哦对对对 这次来认识的 有认识很多好朋友 有耶有耶 很开心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有没有什么遗憾呢 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在聊 就是你还蛮多地方想要去的 对啊 遗憾哦 哇但是我每一天都在 工作 为了不是 不是工作 工作的间隙我一直在玩 哈哈哈哈 我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 想来听听咯 都有在做 就是比如说 就是骑行啊 然后步行啊 就是到处走路 骑行不行 骑车的意思 对对对对 哦骑单车吗 对就是看风景 然后还有就是去狗公园 还有就是去流浪狗咖啡厅 是 叫浪浪别哭 前两年刚去了 哦很棒 对啊 那是我梦想 我以后也想开一个这样的咖啡厅 就是让很多流浪动物 有可以待的地方 对啊对啊对啊 嗯 这个非常重要 那不如我们就来听 这首位想陪你了 好呀 是的欢迎来到今天的黑折磨 我今天为你请到的 这是华春莹 吃友 我是华春莹吃友 真的你应该是要念华还是华呀 华春莹 华春莹 是吗 是姓氏的时候是念华 对 哦好 好像是的 那姓很特别耶 但我妈是念华耶 我也不知道 对因为你刚刚就说 你妈就姓华 对对对 但是你在自我介绍的都是说华 真的耶为什么 你要不要我去问一下妈妈 我问一下妈妈吧 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吗 我外公也是华耶 怎么办 所以会不会是华春莹 哦有可能 但这听起来是普通话的念法 华春莹 华春莹 没关系 爱情就好 对 爱怎样 爱怎样就怎样 对 当初 在做这张EP的时候 有没有发生什么 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呢 印象比较深刻的 在创作的过程中 或是在录制的过程中 哎呀 这首歌 是我自己在房间里录完的 人声也是 吉他也是 全部都是我自己录的 包括我的这个 打响指 我想问你 你这右手对不对 对啊 你左手会吗 可以啊 但是声音不一样 差不多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一个 我很无聊 之前看到一个日本节目 它就是叫一群艺人 然后去挑战这件事 就是两只手 你看我的左手就不行 就是要弄很多次 第一次不行 它就是 因为日本不是有那个 first take吗 那个节目 它们就是copy那个概念 然后你只能一次 那你这样就 就失败 不行耶 要多几次才会有 好没事 所以你说这首歌 连这个东西自己录的 对啊 全部都是 就是我自己 一个人在房间完成的 就它没有进录音室 然后也没有经过 什么特别华丽的修饰 是非常 就是demo的一首歌 其实 但做完会觉得很爽 很有成就感吗 不会啊 因为我就是写日记啊 我不太会有那种 对 上一张专辑的比较多 因为上一张我都做电影 这张 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这张比较那个 自我一点 我觉得对 上一张做完就很兴奋啊 到处给人听 你听我这首歌 就为什么会有 这么大的差别呢 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 上一张我是做给别人听的 然后这张我是做给我自己 听的 所以才是你自己喜欢的类型吗 还是 嗯 当下比较喜欢的类型吧 对对对 嗯 所以你还一直在变呢 是啊 对因为一定是你那时候很喜欢电影的东西 我非常 喜欢那类型 对 我到现在其实都非常喜欢电影 还是很喜欢 对 而且到现在都还有在写日记吗 有啊有啊有啊 你是有一个小本本吗 还是记录在手机里面 哦不是就是那个写歌 歌就是我的日记 对对对 我不会不太会写文字 所以你是怎么去记录呢 你的创作方式是怎么样进行的 是旋律耶 反而是 对啊旋律词 直接哼出来 对啊 比如说 我今天来了Hit FM I'm feeling happy today 就随便就出来了这样子 然后我把它记下来 今天的心情 今天会是什么melody 类似于这种 刚开始填的词可能很呆 然后到后面再去改它这样 爸爸有说 那个词哦 还要在家里 对啊 爸爸说 鞋子 但是我觉得很不错 就是最直接的表达你的想法 爸爸好直接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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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真的吗 这样子 好直接哦爸爸 很可爱 我爸妈都非常的直接 很好 所以我们家人说话都 都是这样 所以连朋友都是 带着什么东西来 对带着什么东西来 看看能看吗 现在有另一半吗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嗯 好就是 想到什么就随时随地的 把当下的心情 创作的旋律记起来 对 然后就是 我觉得 艺术这个东西就是 你事后再去想要 商业化它 就是你事后再去想 它们能不能成为一个专辑 或者怎么样 它当下一定是 抒发情绪 而不是为了某一个 purpose 就是我要做这个专辑 我要这个专辑大卖 对 这样想法出来的歌 很难是 好的 因为它很难走心 对 所以来台湾也是希望可以 更专注在音乐上 我在北京就天天 只想着狗 所以 每一首歌都有 啊呜 每一首歌都是 妈妈我爱你 好可怕 怎么觉得有点可怕 那你还是留在这好了 我也觉得 对啊 你就留在这了好了 你把它接来好了 那我又会变成狗猫 那我又会变成狗猫 对 你真的好爱狗哦 对啊 我真的我对狗狗没有抵抗力 我来台湾 这是你第一次自己养狗吗 还是小时候家里有养过 小时候又养过 对 但小时候 小时候也是那种流浪狗捡回来的 对 我其实也不是对狗 我是对 生命 所有可怜的 看起来很可怜的东西 对 其实他其实不是可怜 他只是表情比较无辜 对 表情比较无辜 你就会受不了 对 所以我们以后看到他 我们就要这样 就一个很苦的表情 我就会说 到我的怀里来 让我摸摸你 所以如果那个男生长得很赛 你就很 你就很危险 对 你就很容易 母爱大爆炸 对不对 好 那我想要来问你 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女生 平常到底都在听什么类型的音乐 比较多啊 哦 你自己一个人在家会听音乐吗 听啊听啊听啊 听 近期有没有一首主打歌 你会边听边跟着跳舞的 就像我们刚刚身后那位一样 跟着跳舞 对 我们身后现在有那个live on air 然后有人在跳舞 跳舞哦 我最近其实比较听 抒情挂的比较多耶 也没有到抒情啊 不能你自己歌 不能自己的歌 对啊 没有 我从来不听自己的歌 自己歌都是抒发感情 对啊 别人的歌 我最近 锅顶的整张专辑 我几乎都是在循环播放 就是水星际这一张专辑 每一天都会听 每一天都会听 心情好 心情不好 都听 都听 对 他那张专辑就有这种魔力 他可以在任何时候都陪伴你 好奇怪 深夜 对 早上 没问题 早上就听 早上就听七美帝啊 就是那种 那种 那现在是礼拜六的下午 一点多 快两点了 你觉得 在这张专辑里面 有什么歌是适合现在的 想着你这首歌 他马上耶 不假思索 因为我非常喜欢这张专辑 想着你 他是一把木吉他 但是 唯唯到来的 我想为你写一首歌 然后我现在正在想着你 非常浪漫 而且他整个表情笑得好甜哦 我真的太喜欢这张专辑了 对不起 那如果有一天遇到他本人 我那个 我看音乐节目 他解发了 他解发了 他居然解发了 没有因为我 我其实不会想要遇到他本人 我想活在他的音乐世界里 没有想要跟他来个合作或什么的 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我觉得我可能还要多磨练磨练 我觉得他太厉害了 我会继续磨练我的音乐 磨练不只是音乐 我觉得还要磨练我对待音乐的真诚的心 对 就像我刚才说的 不是为了某一件事情去做他 而是真正的要抒发 我现在的态度 现在的感情 对 真诚的面对音乐 我觉得到那个时候 我才有脸去见他 但是就是非常喜欢他这张作品 非常喜欢 觉得他太厉害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听这一首 想着你 郭鼎 就这样轻易 因为你 没有那顾虑 唱一首歌给你听 好的 哦好快哦 马上到今天最后一个阶段了 对呀 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呢 大家对华晨妍 华晨妍 更加的认识 这次带来这张最新的一批 X乐园 要不要跟大家好好地介绍一下呢 好呀 我是华晨妍 Chiyo 话呢是中华的华晨 是承诺的成言 是女开言 Chiyo是我的日文名和英文名 C-H-I-Y-O 大家如果对我的专辑感兴趣的话 可以搜寻一下我的名字 对 然后我的新EP的名字是叫做 X乐园 它的英文名呢是叫做Excellent 我们其实玩了一个学英课 Excellent Excellent 对 为什么会想取名这个 X乐园呢 Excellent园 因为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是有很多我不同的面向的 上一张就真的是非常外向的在玩 但是这张它有陪伴 有温情的陪伴 有自省的那种迷茫 有一首歌叫做颜色 对 然后也有起床起不来床 然后我要做一首闹铃的这种俏皮 然后它也有我对待人生 我觉得只有三万天 所以我们应该要爱怎样就怎样那一种洒脱 它是有我的很多面向的 所以更像是欢迎各位观众走进我的乐园 来看一看双子座的我 对我正要讲 因为双子座就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对不对 所以从这张专辑 从这Excellent Excellent Excellent Excellent里面就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Chio 没错 对 那其实我们今天聊很多 然后你从小爱音乐 爱唱歌 爱表演 你也还很爱画画 对 我非常喜欢画画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画画其实是比较近几年的事情了 但是我从小到大 初中高中大学 每一个我的同班同学我都会画 就把他们画在笔记本上 我是很喜欢画那种女人小画 是Q版的吗 还是风格版 Q版 现在都还有在画 现在也会画 对对对 但是现在因为没有那么长时间待在一起的人了 不知道该画谁吗 对不知道该画谁 我帮我公司的每一个人都画了头像 所以孟宁姐有画 我来台湾还没有 台湾还没有 接下来的一个挑战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没问题 对 对啊 我就是非常喜欢画人 我觉得 然后我也有自己 在我最孤独的时候 画出一个小人 画自己吗 是我的另一半应该说是 双子座的另一半 对 他的名字叫做毛布鸡 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毛布鸡是什么意思呢 是戴着毛线帽的布鸡小孩 对啊 所以另外一个你很喜欢戴毛线帽 非常喜欢戴毛线帽 虽然我上通告都画的美美的 但实际上我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比较休闲的样子 一件T恤 一件牛仔裤和一个毛线帽 所以就是毛布鸡 对 那那个毛布鸡呢 这个没有把它发展延伸出去吗 有有有 我们后来还有跟那个 阿信的Stereo做合作 对 然后也有自己出一些 就是T恤什么的 但现在全部都卖完了 所以请等下一期 所以很棒耶 就是你不止音乐这条路 你还有另外一条路耶 但其实这些都是我自己画着玩的 我觉得也是我的公司 愿意看到这样的我 然后去让它发光 让它更延伸的 对对对 有可能以后就是MV 就是一个毛布鸡 有可能 毛布鸡在做着各式各样不羁的事 有 对 好 那刚有讲到 就是专期里面有一首歌叫 起床起床起床 没错 你是一个很会赖床的人吗 等一下我先问 你是比如说早上五点要起床 早上八点要起床好了 工作嘛 所以你会从六点就开始调闹钟 还是 不会我会八点开始调闹钟 所以你会调很多个的那一条 然后赖到 like九点 然后五分钟书画出门 我没办法 我就是那个几点要起来 就一个闹钟我就会起来了 哇塞 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这好像是分两派耶 就是有一派人 就是会调很多个闹钟 但你比较有良心 就是你至少是八点要起来 然后你从八点开始 有些人是七点半就会开始跳 然后他就是把它按掉 然后隔五分钟一个 但可能在旁边的人就会被吵起来 哦还有旁边的人呢 对哦 对就是 就是有的时候就会有别人被 那你怎么办呢 起不来的话 起不来也要起来啊 人生还是要打工的 早起对你来说是个很痛苦的事吗 无敌痛苦 无法早起 你现在就看起来好痛苦 对我今天就起得很早 几点呢 不要跟我说十点 八点 哦那跟我差不多啦 我今天起点多就起来了 对啊 早起还是 因为我自己的生物中是比较晚的 晚一点的 对我比较喜欢工作到晚上 然后再睡觉这样子 对因为以前我也是比较晚的 然后又觉得晚上很安静 很适合做很多事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就变早起之后 我发现一整天变很长耶 对 就会长到你不知道想要干嘛 对啊 但是其实是一样的时间 对啊那为什么要早起 就没办法 你知道年纪大了就睡不着 怎么这样啊 对 希望我也有这样的ETN 可以让我自动早起 对所以起床起床起床 就是因为你起不来 也就是 就是也不是说真的起不来啦 有工作肯定是要起的嘛 但是 这首歌怎么来的呢 这首歌就是因为 因为你起床的时候 你听到那个闹链 你会很火大 就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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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然后你的心脏就会被 中击一下 哦 哎我后来有个办法耶 我不是用登登登登登 我是选我喜欢的歌 哦对啊 我就做了一首我喜欢的歌 嗯 这样子 所以就起床起床起床 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做这首歌吗 嗯 让大家可以拿来当闹链吗 不是 因为你不管选哪一首你喜欢的歌 当它变成你的闹链 你就会开始讨厌它 对 我不想讨厌任何一首我喜欢的歌 我就做了一首歌 让我来讨厌 很可爱的女生 对那如果呢 你跟Chiro一样 就是有这个起床的困扰 都应该要听这首歌 对 尽情地讨厌它吧 让它成为你的闹链吧 对 赶快哦 好现在就设定 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呢 最后想跟听众朋友们说什么呢 嗯 希望你们每一天都很快乐吧 人生毕竟只有三万天 爱怎样就怎样吧 可能更多啦 可能更多啦 先想少一点嘛 先想少一点 对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想说 哦好 我觉得活到六十岁就差不多 因为就年纪再大 可能就状态啊什么 但是后来越来越接近 就很短耶 对啊 其实那八十岁好了 对啊 那你到六十岁的时候 你就再想 比如说三十年前 有人跟你说 哎我觉得你头发很丑耶 你会觉得 这种事我都不会记得 因为那个人可能已经被我打死了 对啊 我这样 没有啦 对 但就真的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对的 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然后也希望大家 如果有遇到跟我一样的困难和痛苦的时候 可以听听我专辑里的音乐 然后和我一起度过人生这道难关 嗯 非常谢谢 最后最后我们就要来听起床起床起床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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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up 早晨早安 good morning 起床了起床了起床 you gotta wake up 早晨早安 还有朋友 太阳要摔屁股了 哈哈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